哈囉大家好,我是尚尉凱,歡迎來到第二個頻道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析的是全新的地獄級BOSS VOTAGUYA 這張卡片它的對象技能是沒有什麼用的 亮點在於它的主動技能 它主動技能在使用上面有兩個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必須把這張卡片放在全隊攻擊力最高的成員的旁邊 第二個注意重點就是 我們必須以火隊或是龍隊為主的隊伍中放下這張卡片 才會最大的效益 它主動技能呢,可以把它看成是CD6 然後身邊的成員會有4倍攻擊力的增傷 我覺得還蠻狂的 一來它CD最短,二來它可以搭配上隊伍中可以很暴力的隊員 打出不可思議的傷害 所以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它究竟可以擺在哪些攻擊力很高的成員的旁邊吧 首先是我覺得這次的大獎就非常適合放上這張卡片 就是我們的眼球 然後 格赫羅斯 這張卡片它的 有個隊伍技能就是可以讓這張卡片的攻擊力機值跟隨隊伍中最高的機值 所以這張卡片通常都會放上合體作為隊員 然後再繼承它的傷害 這時候如果說我們再放上這張地獄級卡片的話 這樣子就可以有4CD6然後4倍的增傷 很狂 對,但是缺點就是呢 我們這一次的第一集Boss它是不算在這個新的系列裡面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觸發到這一次的隊伍技能 就是可能會沒有2秒轉珠這樣子 這比較可惜的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 呃,你把這2秒轉珠捨棄掉 換來的是 CD6的4倍增傷 我覺得是很狂的一件事情 好,接著呢 我們 來看一下 就是,欸 火隊有一個很強的隊長 就是支田信長 它的隊員必須要是火人類火龍隊 那剛好很適合放進這次的地獄級Boss 那再搭配上 我們的K的話 又是一波非常不可思議的傷害 對,因為K就是自身9 欸,自身8倍 然後再乘以4 就等於自身32倍耶 32倍的增傷效益 那個傷害絕對是非常誇張的 然後 你搭配龍隊其實也算是可以的 因為它可以追打出3倍的增傷 那暗龍使就會把全隊的攻擊力 集中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等於是全倍的額外 呃,應該說全隊的4倍增傷效益 但是有人就會說了 其實另外一張卡片也蠻適合的 就是我們的天龍座 對,天龍座它也是一個 嗯,如果說你有天龍座的話 也是可以考慮搭配的 可是天龍座的缺點就是 比這一次的地獄級Boss CD還要長 而且它比較怕附加效果消除 對,只是兩個比較不一樣選擇取向的隊員 那還有一個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它沒有辦法搭配共鳴 造成整隊的3倍的自身攻擊的額外追擊 這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但是如果說普通你沒有開上共鳴的話 你也是可以直接開上我們這一次的地獄級Boss CD6非常短非常好用的增傷 所以也是推薦給大家這樣的組隊概念 以上就是這一次地獄級Boss的全部分析啦 那如果說大家覺得我分析的地方哪邊有錯的話 都歡迎留言在下方一起討論 如果說想要看到更多的卡片實測系列 咦?卡片分析系列的話 不要忘了按下你的按鈕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影片推出的話 也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唷 那我是RunyKai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看看 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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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 그때 隹慢 我們下部影片 不同的名字